好,前面我们准备好了动画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左转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动画难图 可以打开我们人物的动画 然后选择LibreAnim BP 好,进入到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有几个按钮 第一个,这个就是看它的骨骼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重定向管理器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来选择这个人形绑定 用来让其他你创建的人物 或者是其他不符合规矩的这个骨骼 可以使用到这个小白人的骨骼 这样子我们可以大量的使用动画资源 第二个按钮 就是看我们的这个网格体 谷歌网格体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谷歌的插槽 包括名字等等 这些呢 要用的时候再看都可以 这不用记得太清楚 然后第三个按钮就是动画 动画 然后包括底下这个曲线 曲线之后我们也会详细来讲 然后这一边呢是动画 这个人物包含了哪一些动画 然后包括混合空间 混合空间呢 比如说像走路 进入到混合空间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按照shift来进行预览 然后最后这一个叫做南图 南图呢也有几个很重要的部分 首先看一下这个事件图表 你的事件图表呢可能会跟我有一点的不同 待会我会来详细的来讲 事件图表 就是什么呢 在南 就像我们的那个tick事件一样 只要人物 只要这个角色出现了 他就会不断的来进行更新 他也有些事件 这个事件呢就是 南图更新动画的事件 像这个地方 我们通常会需要将这个人物的 比如说现在他是否 跳在空中 然后他走路的速度 包括他头 你现在往哪边看等等 鼠标直上的哪个方向旋转的角度等等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获取 获取到这些人来改变动画的形态 然后往底下走 事件图表 我们有个动画图表 好 这个非常重要 动画图表呢 就是将各种状态 不同的状态合并起来 在最后输出到人物这个知识 就是我们人物此时此刻 应该是什么样的动画 有什么呢 由这个东西来决定 可以看到现在 这边我们之前也有了解过 首先这待机状态跑步状态进入之后 我们会双机进去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混合空间 然后包括每种状态如何切换的一些规则 都在这一个部分 都在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底下的变量 好 这个是动画难图的一些基本 这四个点呢 经常也会需要切换 好 然后包括在这个动画里面的 这个动画曲线 用来控制动画的 比如说各种 动作的改变 或者是这个材质的改变 都可以通过动画曲线来改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